以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每个同学 没有一个是跟不上的 我们仰望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 我们一同来复习一下 我们的字母 24个字母 那背得怎么样 都背起来了吗 等一下要看看你们的功夫 好 我们先读一遍 Alpha Beta Gamma Delta Epsilon Zeta Ata Theta Yota Cum Lambda Mu Nu Kis Omicron Pyro Sigma Tau Ipsilon Pi Pis Omega 所以没问题 好 我们来看看 请这个毛弟兄 帮我们站起来背一下 第九个二四六八九 Yota 它是E的音 E跟O在一起 EO Yota 但是它是 你现在读音名 你它的母音的发音是EABCD EO Yota 好 没问题 好 毛弟兄来试试看 Alpha Beta 第二步呢 我们就开始要注意 怎么样从这些子音跟母音组成一个音节 一个syllable syllable 一个音节的 希腊文组成音节呢 比希伯来文呢 来得 就是 Flexible 比较有弹性 希伯来文很严格的 都是 子音母音 或子音母音 子音 子母子 一定是这样的 Petum 但希腊文呢 比较活泼 它可以 是一个母音 写一下 一个母音也可以发的 或者说 母音 后面跟一个子音 或者反应过来子母 或者说子母子 或者说子子母 这几种的情况 我们都可以在课本 找到这个说明的 看我们的课本 在这个 音名名称的最左边 看到这些 希腊文的 名称吗 看到 Alpha 看到吗 第一个字 要看课本 不要看自己的书 看学校发的课本 否则你跟不上的 手权 要看 你那个不是学校的课本 要跟着这个 跟着这个 不然你跟不到的 要看这本 我们20页 看到Alpha吗 你发现 Al 第一个音 是什么 母音 子音 在哪里 母子 看到吗 第一个发音是母子 要 法 这个是什么结构啊 子音 母音 看到了吗 所以是两个音节 一个音节 它可以是 母子 子母 看到吗 那么简单的 Combination 没有问题吗 发音就是要用 这几种的方式 譬如说 最后看我们的Alphabet 最后一个字 Omega 看到吗 它只是单 Omega发音的 母音 一个母音而已 没有配任何的子音 看到吗 Omega 它是母音 然后就子母 子母 看到吗 Omega 看课本啊 方方你不要看 我看课本 O Me 看到吗 这个是什么 母还是子 这个 镜头这个子音嘛 对不对 母音嘛 子母 看到吗 子母 这个呢 母 所以它三个音节 但是第二个音节是 一个母音 然后子母 子母 Omega Got it 就是这样拼的 所以它有不同的Combination 你们要注意 那读下一个 B 好我们读下去 Beta 看到吗 它是什么 子母 看到吗 子母 看到吗 Beta 两个音 我还是在这个表上面 好 不要放来放去 OK 好 第三个字 Gamma 它是 Gam 是子母 然后子子母 看到吗 M Gamma 子子母 看到吗 在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的 Pattern 好 再读下去 听到了吗 Delt Delta 第一个音节是什么 子母子 看到吗 所以你那个口型要注意 Del 那个第一个音节的收尾的时候 有L的音 Del 对不对 Delta 看到吗 Good 首先学到了 我看到你的口型对了 Delta 下面是什么 母音 然后子母 子母子 看到吗 Epsilon 看到吗 三个音节 看到吗 Epsilon 所以第一个是 E的母音 要 Epsilon Epsilon 下面 Zeta 子音 子音 母音 看到吗 Zeta 然后下面 是单独一个母音 A A A 然后Theta 子音 母音 子音 母音 看到吗 所以 C 这个就构成一个音节了 Theta Theta Yot 看到了吗 这是两个母音 它又不是算母音 它是两个母音 变成两个音节 Yot 所以读得很快 Yot Yot 看到吗 Yot 跟着读 Y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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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产生出来的 Yot 所以千万不要被他骗 这个发音不是Yot 是Yi 但应名是Yot OK 不要被骗 刚才毛利兄差点被骗 Yi 是Yi Yi的音 Yot 好 下面 Kop P Kop P 所以它是子母子 子母子 要P 要子音母音 Kop Lamb D Lamb D 它是子母子 然后子子母 看到吗 Lamb D 然后Mu 这个就很清楚了 子音母音 子音母音 Mu Nu 然后Kis 子母 Kis Omicron 看到吗 O 第一个是弹母音 然后子母子 子母子 看到吗 Omicron Pyro Sigma Tau Omicron Omicron 看到 Omicron Omicron 三个音节 Omic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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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学会怎么拼了吧 Omic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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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Ki C Omicron 好 那另外呢 看上礼拜发给你们 这个指头 不是课本 看指头 上礼拜的一个指头 另外一个table 也是帮助你们学拼音的 对了 看那个最右手边 我写了一些 希腊文手写的 最右手边 看到 这些也是 就是 就是 有Alpha 这个音的例子 看到吗 Akafoy 看到吗 Akafos 三个音节 Akathos Akathos 就是good的意思 Akathos 要Beta 就 But But Seluz But Seluz 看到吗 第一个音节 But Beseluz Beta用这个母音 Beseluz 然后 下面是 Delta就是用 Doxa 看到吗 Do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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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英文的Doxology 荣耀送 就是Doxa Doxa Escatose Escatose 墨后 Escatology 从这个字来的 Escatose 然后 ZoA 然后 这个 我们说 得生命 就是这个 ZoA Z 本来是 Z Z的口型 加上Omic 变成Zo ZoA 两个音 ZoA 然后 Prophetes 就是那个A的音 这有两个A的音 Prophetes 然后 Argathos 刚才已经讲了 这个 Theta Argathos Argathos 所以回去 就读一下 这些的希腊字 基本上就是用 这些字母 来拼音的 好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 再发给你们的讲义 我们放到 约翰福音的 最后一章 二十一章 我们很快地 读一段 这个 耶稣跟彼得的对话 这一段对话 也是 很多人读了 有不同的看法跟解释 但究竟原文是什么意思 我们一同翻到约翰福音 有圣经的 一同翻到约翰福音 二十一章 好 我们从十五节 一同读到十七节 约翰福音十五 一同来 他们吃完了早饭 耶稣对门徒 彼得说 约翰的儿子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 你喂养我的小羊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彼得对主 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 你牧养我的小羊 第三次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彼得因为耶稣 第三次对他说 你爱我吗 就忧愁 对耶稣说 主啊 你说 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 好 那很多人都问 为什么耶稣 要三次问彼得 你爱我吗 有人说 是因为彼得 三次不认主 所以耶稣也来过 三次来问他 那 但是当我们 从原文的角度 你看一下 这个讲义 在最左边 看到 一二三 我写了三个号码 对不对 第一次耶稣问彼得 是用什么 Agapas 看到吗 这个就是Agapal 的动词 所变来的 就是 名词是Agapi 就是 你是否能够 用不变的爱 坚定的爱 来爱我 就是用这个来问他的 但是彼得 我们看右边那个箭头 他用什么 Philo 来回答 Philo 就是 用他的 这个是 用友谊的爱 就是 朋友的爱 或者有条件的爱 那么 再看下去 左边 耶稣又再次用 Agapas 来问他 Agapas 然后他的回答 彼得的回答 看右边的箭头 又是Philo 看到吗 又是Philo 但是怪是怪在 第三次 耶稣居然 你看到 耶稣第三次问他的时候 用什么字来问他 Philo Philo 就是用Philo 这种爱来问他 等于好像耶稣说 好吧 你是否就用 这种 朋友的爱 来爱我 甚至是有条件的 那 现在关键是 为什么 耶稣 每次用 最 超越 最神圣 不变的爱 来要求彼得 彼得 只敢用 四等的爱 朋友的爱 来爱他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耶稣 到第三次改口 好吧 你就用 友谊的爱 来爱我吧 看到原文 这种变化吗 所以我们又问 为什么 其实 不是 耶稣降低的标准 也不是 彼得 不愿意 用神圣的爱 来爱耶稣 其实 彼得 跌倒之后 他真的学了功课 以前的彼得 他一定夸口 没问题 耶稣 不条定的爱 你一同坐肩 一同死都可以 这个是以前的彼得 但是 现在的彼得 真的是改变了 真的好像耶稣 复活的生命大人 在他里面 耶稣复活了 所以 他是很谦卑的 他回答说 你知道 你知道 我爱你 所以你发现 彼得用字很特别 他前面叫个 你知道 你是无所不知的 其实我恨不得 讲说 我无条件的爱你 但是 我已经不敢讲 跨口了 主啊 你知道 我爱你 我讲不出来了 所以 他才特别 到最后意思 强调说 你是无所不知 其实我讲的 phileo 就是 阿卡培 你是无所不知 你知道我的内心 想什么 同样 耶稣也是 真的体恤彼得的 需要 没有一直的坚持 要 就是用同一个字 耶稣知道了 其实他的 phileo 就是 阿卡培 所以耶稣第三次 就说 你能不能 phileo 有你的爱 来爱我 我知道 所以其实 这些人对话 是看到 彼得改变的 同时也看到 神何等的辅救 主耶稣是何等辅救 彼得 用他的话 来跟他对话 所以解释 但是我们从 原文里面 比较清楚看到 这些 变化 中文 英文 没有办法看到 他这些变化 都是爱 但是你发现 里面 一问一答的爱 是不一样 然后到第三次 耶稣回答的 问的爱 又不一样 只有在 原文里面 看到 真正的彩色 原来真正的味道 其实是 非常 那种 心理上的 一种交流 其实 彼得 真的是 谦卑下来了 好 所以 关于阶段 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 鼓励大家 真的要 付代价 原文 真的是 不是那么 开始 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好好回去读 一定 不会有什么困难 好 我们再 复习一下母音 因为怕大家 母音还是不太了解 我们还是 回到我们课本 第九页 我们再 复习一下母音 好 先读短母音 阿 一 这个是一 阿 一 鱼 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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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epsilon omicron 就是 好 要炒母音 阿 伊 鱼 阿 欧 没有问题 吗 那个 张姐妹 你读一下短母音 对 对 刚刚的 Good Very good 鱼 鱼 A A A 不是A A 好像英文的 ADD Ad Ad Good O Omicron 不是英文的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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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O 等于一个什么 O 英文的 O 英文 英文好像没有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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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n Omicron OK 好 那个 鼻子先读 长母音 A Good E Very good U Good A O 非常好 没问题 好 后面一个双母音 I R A U I W V 好 关号来试试看 双母音 对 好 还有最后一个 V V 所以 那个R 有点像 英文的那个 猫头鹰 R 你可以把这个注上去 第二个双母音 R 你可以注这个 英文的 猫头鹰 R 然后 A U 这个U 可以 注英文的 YOU U 然后OI OI就是 最简单的 就是英文的 油 OI W 要V V可以 注英文的 这个V W E 好 我们双母音 应该没有问题了 好 我们就翻到 课本 21页 好 我们一同来读 Paragraph 24 这个 神 就是 光 Hor Theos Fos Astin 看到Astin 它的音节吗 是 母子 要 直母子 看到吗 Astin Astin 直母子 Astin 那 翻译出来 Hor 就是 The 那 你记得 上 礼拜讲过 这个 这个叫 有七号 从左 达到右 右边的 看到这个mark呢 等于是多了个子音 H 在前面 变成 Hor Hor Theos God The God 然后 他把那个is 放在后面 希腊文 每一个字呢 跟英文不一样 英文是规定好的 subject word object 不能乱动的 但是 希腊文跟希伯来文 都可以 很flexible 假如你强调光 你就可以把光放在前面 动词放在后面 动词is 放在后面 Astin 所以放出来是 God is light false 所以你看到这个flex 这个flex 就是 所以我们叫photo 其实就是 这个照相片 其实是 当时是用 这个 显光 那种水 做成的 所以就 photo 就是从这个字来的 看到吗 photo false 我们马上会讲到 这个就是 希腊文呢 有 两种的标点在上面 一种叫 刚才所说的 从左打的右 就是有七号 briefing 有七号 有七号就是 有这个h的 sh 这个 加音在前面 那另外一种呢 在母音上面的 而且是在前面的 这个字的前面 另外 叫五七号 五七号的意思就是说 没有任何的加音 加子音 所以就没有任何的改变 那么另外呢 你看到三种 在上面的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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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这种圆圈的呢 叫一阳音 碰到这种 符号的时候 你读的那个音节呢 就给它好像高低 dulos 比如说 你看到这个 这个双母音 u 有一个 叫一阳音的记号 这读起来是 du 高低一点的 duulos 是这样的 那么 假如是碰到 这种的 就是中音符号 整 每一个音节 碰到 只有这个音节 有这个中音符号 你中音放在 这个音节那边 dunamus 那个中音就放在 那个地方 在前面 那另外这种 就是 没有 只是一个 他们的 就是说 没有产生任何的 中音或者非中音 只是 他们习惯 就是要 一定要打一个 一个记号在上面 好 我们会花更多时间 来学这些 中音的问题 好 我们现在下去 看这些单词 好 我们翻到我们的课本 本来不会那么快 我们看看 在我们的课本的 是音 在我们课本17页 接下来就提到 breathing 气息号 有加 有加 h的音呢 叫做有气号 那没有的 就基本上 只是一个mark 这样打上去 它发音了 它是指音的口型 所以本来 所以本来 o 加了个指音在前面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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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要讲的这个单词 我们先来读这些单词 几个音节看到吗 一 二 三 三个音节 第一个王 but sit loose 看到吗 but sit loose loose but sit loose 那 最后一个音节是什么 双母音 you loose but sit loose 就是king 那从king这个字呢 发展出kingdom but sit layer 这个是kingdom but sit layer 中音在这里 but sit layer 三 四个音节了 一 二 三 四 超一下 but sit layer 就是kingdom 从king变成kingdom 回到二十一页 我们的单词 vocabulary 好 OK 好 右边 Sophia 很多女孩子就喜欢用这个名字 Sophia 就是智慧 Sophia 那Sophia 你发现 哲学这个字 philosophy philosophy 其实从 phileo 爱 这个字变来的 就是love Sophia Sophia visdom 原来这些节俗家 就是在寻找智慧 非常爱智慧的人 爱智慧的学问 而产生来的学问 就是哲学 philosophy 就是从爱跟Sophia 这两个字变成的 那假如 你的孩子上来要读义科呢 一定要鼓励他读拉丁文跟希腊文 因为很多医学的名词呢 就是用这种方式 拼凑出来的 所以你没有拉丁文的基础呢 你读很多医学名词 好辛苦 大家学过拉丁文呢 就容易很多 对了 所以忘好读过就知道了 一定背得要命的 大家有拉丁文的技术 就容易背了 好 下面 零 NU 看到吗 这里很有意思哦 第一个音节是什么 NU 这个是双母音 U 但是前面是 其他什么 子 子 母 这个音节是用子子母做成的 是MU 两个子音在前面 NU 要MMA 最后一个音节 是子母 NUMA 就是零 Spirit 但是也 在希腊文里面 也翻到 风 WIN 所以在希腊文里面 风跟NUMA 是同一个字 就是NUMA 这个 这个的影响力最大 因为它就是直接接近这个母音 但是你前面那个口型呢 是P 所以 也有P的口型 MU 这两个口型 同时产生 但是它读出来的音呢 是NUMA 是这个比较影响它 但是这个口型有帮助的 NUMA 都是这样 都是以这个最接近的指音 控制它的总发音 NUMA 好 后面一个 Philos 看到吗 很熟了这个字 刚才我们看 约翰文书21章 就是Philio 是用动词 要名词变成 Philos 朋友 你四个能够用朋友的爱 来爱我 Philio 要名词 就变成 Philos 我们就可以 看一下下面那个小的习题 No.1 我们来翻译一下 这个非常容易的翻译 好 我们先读第一个下面的习题 Hor Philos Astin 这个Astin 我们知道了就是Is 所以翻出来 直接的翻译是 翻The God 但是我们英文不能翻The God 所以把这个The 摸去了 在希腊文 这个专有的名词和特别的名词呢 都是用一个定观词 Hor The 放在前面的 但是英文就 God就不需要放定观词 所以翻出来是 God 什么 Is 什么 friend Philos 神是朋友 对不对 很容易啊 好 第二句 来 这个 这个 毛弟兄帮我们读第二句 Hor Haze 你要注意这里呢 Haze 它是 一个往左到右的 本来是一个双母音 读A 但有了这个符号就读了Haze 然后就盖个帽子在上面 就是它是一个一样音 Haze Haze 这个是等于 翻成就是one ha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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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七号加个一样音的这个符号 加两个符号 上面有个帽子啊 有个帽子啊 所以翻出来就是God is want 神是一位 God is want Haze 好 那 第三题到第五题 就留给大家回去做作业 很简单的 但是就是希望先写一下希腊文 然后把翻译写在下面 顺便学写一下希腊文 好 然后我们翻到十七课 哇 这里太精彩了 好 一同来读 Hotheos 中音在后面 我看到 Hotheos 然后Pistos Astin 这个Astin 常常看到了 要把它背起来 Astin 就是是 is 所以神是什么 God is faithful 这里是一个形容词 Pistos 就是 faithful 信实的 神是信实的 所以你好好祷告 好用功 希腊文 一定考一百分 Hallelujah 神是信实的 Hotheos 一同来 Hotheos Pistos Astin 好 我们学一下 下面的Vocabulary 一同来 Hotheos 看到吗 三个音节 母音 要植母 要植母子 Hoth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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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Good 所以以后一看到同学 就问你好不好 你说Hotheos 好 Hotheos Hotheos 然后右边 Dikaios 就是righteous Dikaios 公义的Dikaios Dikaios Dikaios 下面又碰到那个 有气号了 所以本来是A 变了Hagios Hagios 这个字很重要了 就是等于希伯来文的Kadosh Holy 神圣 Hagios Hagios 右边 这个字最重要了 Kyreos 就是主 Kyreos Kyreos 它后面是 两个音节 Kyr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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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下面 Alethese 真实的Alethese 跟那个真理 Alethese 是同一个字 跟Alethese 真实的 True 等于英文是 True T-R-E 有恩惠 Grace Krys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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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Graystos Krys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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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翻成英文的形容是Gracious 我们也就VLG 我们看一些 B1 Krystos 他 T-R-E Krys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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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留下三题 你们慢慢回去 来做作业 所以这个礼拜回去 做完作业 下礼拜要交一个指头 记得写名字 我们班长是谁 就Carol来collect 好 所以你发现希腊文 不是你所想的那么困难 比希伯来文简单多了 你千万不要看英文 所以千万从一开始 就不要看英文 never never 你的脑海里面 只有你自己背起那个音 千万不要用英文拼音 千万不能用拼音 所以为什么我刚才 叫你们读那个英名 要读希腊文的英名了 就已经不能读 那个英文的transliteration的拼音 又改过来了 有希腊文的想法 什么就不同的读 每个字母 你比如说有个派 派一个kas 它都是有不同的读法 没有没有 都是一种读法的 它一名呢 都是从 我们的课本 都是照着我们的课本 是只有一个读法的 它的口型都是一个的 网上读那个字母 它读的都不一样 网上插了 那最准的读法 就是照这个课本的 二十页 这个就是希腊文的英名 就是最准的读法了 但是你 要 制造口型呢 你可以 用不同的 方式帮助你 制造那个口型 或者说 有人读 派 有人读 P 但是真正读法 你这个 P是对的 P P是因为我们数学 习惯讲派 其实不是 希腊文的英名是 但是它的口型是对的 你读派 跟P 一样的 但是 在它真正的英名 P P P 是真正是P 所以以这个课本里面的 希腊文的英名的读法 就是最标准的 P 这个只是英文的 P 真正读是读这个 E 看到这个是E的E Key 所以永远是要以 那个希腊文的英名 为标准 那个英文呢 只是它的 翻译成英文的对称 叫做Transliteration 是 刚刚低堂课里 可要描一下英文的 那个 其实 Drop那个英文 很好 学得不错 大家都很努力 好像去上网 哈 哈 哈 本来是阿弗 大家加了个H这边 哈 哈 哈 作业就是刚才的 从第三题做到第五题 就是 第十六课 十七课 也是三题做五题 三四五 把希腊文写出来 然后在下面翻译 哈 哈 很简单的翻译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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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good 哈 哈 也要写希腊文啊 要写希腊文 要训练你们写 因为有些人不会写哈 哈 哈 不用不用评 就是造写 然后在下面翻译 哈 就可以 中文英文 最好翻英文 哈 因为中文有时候 张罗里里发现 那是A的翻不出来 哈 尽量翻英文 哈 只要不习惯英文就中文哈 但是尽量把英文也学起来 哈 尽量翻译哈 尽量翻译哈